那么读留此经 这一部经特别重要 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 留下了一些大三经 这经典 佛耶稣就讲一次 没有重复的 唯独无量寿经 确确实实 是多次宣说 不值一次 无量寿经流传到中国 很早 跟中国特别有缘分 最早传到中国来 暗示稿有一本 非常可惜 这个本子是传了 从汉朝到宋朝 八百年间 十二次的翻译 这个《大藏经》里头 有这个题目 但是经没有了 七种是传 留下来五种 那么从留下来五种当中 我们就看出 不是一次讲的 这一部经里头 最重要的一部分 九十月 阿弥陀佛发的月 有两种本子 四十八月 另外两个版本的时候 二十四月 宋朝翻译的这个本子 是三十六月 不管怎么样翻译 这个决定不能会犯错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古代的就想到了 至少是三次宣讲 不一样 才会有这么大差别 从印度传来的这个繁文经典 不是一个版本 那么是传的黑气种 没看到的 如果看到了 可能更多 所以祖师大德判定 至少三次 就三次以上 喜音室这个节目 特别重要 从来没过的